这就是休斯顿市中心的一些小区 基本上都是带大门的 有的也不带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特别有特色 这个房子不仅带大门 它这种被似于condo一样的single family 它是个湖景的 这也是在市区当中为数不多的这种感觉的房子 报价也不是很高 差不多就是在45万多美金 所以这个房子还是很有特点的 我们现在就过来看一下 像这样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就有点像咱们国内的那种连排别墅的那种别墅区了 嗨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看到这家房子是一套 位于休斯顿市中心的一套湖景房 市中心有湖景房 但它的报价只有45万6千美金 真的是太棒了 我第一次看到休斯顿市中心 还有这样的湖景出售 因为这个湖景其实感觉像个condo 但是它后面这个湖很大 我这样背后你可能看不清 待会儿在详细视频中可以给您看到 这个房子的这个是三层的 市中心的single family 很多是两层的或者是三层的 然后一层的挑高是这样的 所以一层的挑高差不多就是在个11个费 所以整体的感觉很高 后面您看到亮处都是窗户 那这些窗户出看出去全都是看得到湖景的 因为我们这逆光的原因 所以我给您看的时候可能看不太到湖景 所以这个房子真的是非常的棒 而且住起来非常舒适 不管是去市中心工作的人 或者是医学中心上班的人等等等等 在这个地方住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选择 但这个房子呢 唯一的一个缺点可能就是这个附近的学区不是特别好了 那在这边可能孩子上私立学校就会可能性大一点 公立学校 厕市中心附近的公立可能没有非常棒的 那现在先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休息的历史感兴趣 或者对我介绍的房子感兴趣 欢迎加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现在来看房子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套房子 这套房子是三楼 三层楼 虽然这种感觉像condo 但是其实它是single family的兴趣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一打开门的感觉就是这样子的 这边有一个楼梯 但是楼梯其实不是正对着门的 楼梯是侧对着门的 然后呢 我们往里走 这个房子的这个景观性太棒了 先等一下 看一下这边 这是一个客位 客人用的修饰间 很漂亮 如果在市中心工作的人的话 买这个房子真的是 非常棒 这是一个储藏室 再看看这个 好几个门 这是一个车库 好 我们现在正式要去 它非常漂亮的客厅了 我们现在就来到它的客厅 然后看到那一面了没有 全都是湖景 这一边全是湖景 哇哦 好美啊 看 景观性真好 而且今天我来拍的时候呢 阴天下雨 但是你看房子里的亮度 感觉 是不是 非常大的一个湖面 很美 然后外面这样的一个露台 真的是太美了 然后通过美景再进来 看就是这种 厨房 餐厅 客厅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绝对比这个照片要美 八度 我们再从另外一面看一下 漂亮的湖景 然后那边就是落地窗的湖 好美哦 好美哦 我们现在呢 先上二楼看一下 然后 待会儿我们再 去这个 不像是后院的露台看 到了二楼之后 我们就看到 这边是主卧 然后这边是几个客卧 我们现在来到了主卧 全都是实木地板 并且主卧 也都是一览无一的湖景 就这样的感觉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主人 非常用心做的一个 好像休息的地方 但是然后这边也是湖景 然后一面漂亮的大镜子 这样子 然后这边还有一面漂亮的大镜子 照得了胖胖的我 看主人的这种摆设 真的很值得学习 很美的这种摆设 这就是它的主卧 然后主卧西尔间 哇哦 漂亮 四十几万 想到这个包价 四十几万是中心的房子 真的是棒 浴缸很美 然后这边 领域间也很大 然后这边男女衣帽间 两个 好这边洗手台 然后男士的衣帽间 真干净 真的是主人住成什么样 这个房子啊 就是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女士衣帽间都是挑高的 整体的感觉 真是太爱棒了 这就是主卧 其实有很多客户 之前问过我 休斯顿难道只有两层的房子 有没有三层的房子吗 那现在要告诉你 休斯顿是有三层的房子的 那市中心这些三层的房子 就会比较多 这也是一个储藏间 然后再往里走 洗衣房 像这种房子的洗衣房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虽然它是市中心的这种 感觉像condo一样的 这种三宫family 但是它依然是九尺的高门 因为这个九尺的高门 其实是一个房子精致程度的 一个代表 包括二楼的挑高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 没有介绍的这个挑高 二楼这个挑高也差不多 是在15个费 所以整体的感觉是很棒的 那这边呢 就另外一个套间 在二楼的套间 这个套间是很安静的 但是看不到糊了 那依然是收拾的非常棒 然后地毯也是这种短毛地毯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洗手间 然后洗手间 旁边就是一毛间 差不多就这种感觉 好 然后现在我们再去看三楼 三楼 三楼的楼梯就是地毯了 但是这个地毯是短毛地毯 比较贵的升级厚的地毯 然后一到了三楼的公共区域 也同样是石木地板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 它做成了一个办公室 但其实是一个game room game room这边呢就可以看到湖 真的今天阴天都觉得它很漂亮 如果不阴天看的话呢 真的是更好看 然后这边有一个楼台 我们再出去看一下 这边是放了一些 这样的感觉 这是市中心的 你能想象吗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美 然后你看下面 下面这个楼台 就是一楼的那个楼台 邻居家也 都是做了一小小的景观的 这种感觉太美了 有没有 好我们还没有看完 我们继续进去把房子看完 进来之后呢 然后呢我们再去另外一面 这边呢还有一个卧室 但是它做成几个健身房一样的一个房间了 包括这个健身房一样的房间的这个门 就是可以去楼台的门 然后呢这边 我们就可以进来二楼的一个浴室 二楼的洗手间这个是 然后从这边出来 就是刚才我们要进去的那game room 就是这个房间 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储藏室 储藏室的旁边就是刚才去的洗手间 然后这边室内另外一个卧室 这就是一个三层的房子 现在我们就去它二楼很漂亮的 那个算是后院吧 一个阳台看一下 细致的主人真的是 每一个特 就是小小的细节都做的很细致 哇 这边是一个落地窗户 所以从落地窗户直接出去 就是这样的 因为今天下雨 外面湿了 我没有穿鞋 所以我就不出去了 给大家这样看一下 嗯 太美了 zero 真假的 raku 有我们 是 那个 在那边 spark u case